每天都隨時就名位 他就養三位 他就很賀手的人 沒有 他那個是開玩笑的 他現在就還滿常愛虧我的 對 只是說我覺得也滿開心的 因為畢竟就是 我也是看錢姐打籃球長大 賀君翔被錢姐爆料 全明星耍特拳 連說三次沒有 回虧反敗為勝更厲害 一直都有看 一直都有看 他最近有跟你訴苦說 就是現在有難代 就是比較辛苦 但你們真的 真的好累 他就哭出來 賀君翔10月6號出席公益活動 身為全明星第三季隊長 小美哥還是有在默默Follow 學弟妹喔 因為我覺得其實 每一季的成員跟選手跟團隊 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我當然覺得 這也是節目好看的地方 總不能都是同一個隊在裡面 那我覺得 其實有一點變化是滿好的 而且讓觀眾可以更期待 之後後續的發展 如果後面 反敗為勝是更厲害了 會慢慢好像表現比較特別 對 翁芝曼參加的時候 他有問我一些在運動會的事情 跟意見 可是我覺得就是 有的時候 因為畢竟不是真正的運動員 那我覺得就是大家還是不要太放在心上這樣 那有關係一下全界的心情嗎 其實他還好耶 因為我們前幾個禮拜 就是我們藍隊的這個王朝的慶功宴 所以我們還有見面到 我覺得這一點到我倒不擔心 因為畢竟他也是老江湖了 蘇跟影其實教練都一定會自己經歷過 對 所以我覺得 最主要是要讓選手們怎麼樣成長 快速的成長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把他藍隊王朝慶功宴上 前節爆料他耍特拳 無餐都不含隊友一起吃 小美哥該如何接招咧 我覺得小美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很便宜 非常便宜 吃飯他都沒辦法跟大家在一起 哈哈 他跑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每天都隨時就很會 他就兩三位 他就很特寫的 他就很特寫的 沒有沒有 他那個是開玩笑的 主要其實淺姐想要表達的意思是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很慢手的人 我們之前剛開始錄的時候 其實我只有中午放飯的時間 可以跟我自己的工作人員吃飯 所以我才會跑去找他們吃飯 他現在就還蠻常愛虧我的 對 只是說我覺得也蠻開心的啦 因為畢竟 就是我也是看淺姐打籃球長大的那個 對 打籃球比較快到了 他記得上一次 記得會的時候 可能跟隊員不太溜到很熟悉 那到現在有沒有 比較默契的好一點 現在我覺得默契有好一點 因為我們其實在記者會到現在 我們也有幾次的練球了 然後因為其實 其實我跟品浩跟那個亭虎 是一直以來我們就有在打籃球 所以其實這點我倒不擔心 對 對 對 我只是擔心他們可能不把球傳給我而已 大概都知道 就給小美科球了